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有一处秘境,这里是大理的菩萨寺。 菩萨寺是伴母堂第一件清水模作品。 入围2009年台湾建筑奖,2011年台中市都市空间设计大赏。 这里没有华丽的装饰,鼎盛的香炉。 创办人会光法师希望佛法能透过这样平实的方式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 外观以满墙的爬墙虎做装饰,许多人好奇为什么这里的爬墙虎特别好看,原因是原本的墙面并非光滑平整,所以它才抓得住。 当初办母田设计团队打算重新处理外墙,会光法师希望能保留固有的样貌,就像万物本身都有缺陷。 你接受了它,说不定能体现它的价值。 门口有一棵老梅树,老梅树下有一棵平坦的大石头,向路过这里的人提出邀请。 冬季时你可以坐在这里欣赏梅花。 转过身,看到身后的水。 透过水,看到里头的另一个空间有更美的洗景。 菩萨寺是以水、木、石、佛索交叠重构。 中庭有个很大的池子调节温度。 各个角落还有佛像们作伴。 大树,贯穿整栋楼,像是在帮助建筑物呼吸。 不断回转的楼梯与步道,则是提醒行走其中的人,偶尔要回望来实路,不去舍弃过往。 因为那正是你能走到今日的因缘。 进入室内就是觉察生命的开始。 一楼座位大堂、接待处和展览区。 墙上挂着不少摄影作品,记录尼泊尔的沙迷们的点点滴滴。 这是正在筹备的尼泊尔沙迷的学院,跟这里一样与大自然共生。 一楼的深处还有老狼腔。 它的枝叶衬住二楼大殿佛像的背后,就像佛在林间说法。 佛的背后不是水泥瓣,而是透住光的大自然。 进入二楼大殿前的转角有一座钟。 钟底下有个小池子,小沙迷很虔诚地看住这个钟。 要进入二楼大殿那个精神性的空间前,状中是一种宣誓, 我从现在开始,要成为一个觉醒的生命。 二楼的厅堂是静坐和参拜的地方。 听说这里木地板,里头有一格一格的木盒子, 放住被长探、牡蠣壳、石灰,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做。 体现见菩萨寺的思维,慢且安定。 里头是很神圣的地方,我们就站在这看看吧。 外面挂了三幅用秀的佛画,非常的细致。 寺里的楼梯大多没有遮蔽,上下楼时,零点雨是家常便饭。 法师说道,我们想尽可能顺应自然,当雨滴到你头上的时候, 何不想成那就是一个最好的加持。 三楼是血精的地方,里头都是木头装潢。 给血精的人安稳的空间,整理内心的想法。 回望走过的路,在繁忧涌上,心头前。 先看见的,是静静守候不求回报的钟楼。 是缓慢攀爬不较快慢的树藤。 在时间的长河里,你我都只是个渺小的点,不论好坏,当下转瞬即逝。 还有什么好多想,多虑的。 在这里,眼前的一切,就是生命最永恒的模样。